妳們跟小玲都差不多 就是家庭環境因素 迫使妳們提早成長 他來照顧我們一兩年之後 哥哥就過世了 歡迎來到 《紅茶來見面》 人物專訪 我們今天專訪小Apple 大家那個粉絲敲碗 就一定要那個把妳抓出來 挖出來 問一下 三個一多少這樣 搞錯了 再來 那我們就從真的很小的Apple開始 我想說我們的家庭環境 小時候爸爸媽媽就是分開的狀態 最小一開始是媽媽就帶大我們 啊我們家其實就是有三個小朋友 可是都是媽媽一個人在照顧這樣 那爸爸是因為他都在工作 所以他其實不是說每天會回來家裡 就是不是這麼的親密啦 你們跟小玲都差不多就是 家庭環境因素 迫使妳們提早成長 所以前面主要是媽媽帶大 對小時候 就差不多在十歲以前吧 後來媽媽就去台南 因為其實他在我哥哥的時候就已經跟爸爸感情不是很好 那其實到後面一直到我成長這段時間也來他都是被受困住啦 我覺得啦我覺得他是被受困 媽媽都沒辦法啊妳要全心全意就照顧妳們三個小 對啊講白了他是因為我們留下來 到我十歲之後就可能我也大了吧 就是已經是可以有自己能力的時候 那他就去過他想過的生活 我覺得這樣很好 這樣真的是要想得開啦 不然真的他如果再一輩子還是一直擔心妳們這樣 我反而這種生活真的 而且反而我覺得這樣子的小朋友反而會比較 清理狀態上會比較不健康 如果說媽媽他繼續因為我們而留在台北的話 那其實我可能會很自責說 所以媽媽是因為我才會變成現在這樣嗎 是因為我才把他綁架在台北嘛 對 所以他反而去過他想過的生活 我是很替他開心的 上次拍那個麥巴赫在一起 我在車上就跟他聊天啊 他就說他這一次他這樣子開車回去 台人找媽媽的時候 媽媽就說他有在看他節目就覺得說 欸我們Apple這樣最近這一年這樣成長了很多啊 對不對 他很替我開心 也很替他開心 那邊的爸爸在哪裡嗎 對 他後面媽媽去南部之後 爸爸就來照顧我們 我覺得他後面來照顧我們那段時間 也算是有彌補到啦 因為我們是真的感受得出來 因為畢竟他的工作不是說像 謝老闆這麼 右頭右 我們這種也是21小時當成48小時在用的耶 反正就是他的工作也是晚上要出去喝酒的那一種 對 也是要應酬的 對 雖然心中對他一定會有一些誤解 跟不好的印象在 就是我心裡其實不是這麼的可以接受他 我覺得 一開始啦我也覺得說你不配來照顧我們 但是其實到後面真的是有看在眼裡 就是他是真的很努力的想要賺錢 然後可能好比說假日帶我們出去玩什麼的 他就是有在做 他能做的也是差不多這樣 所以他也是照顧你們三個小孩 對 三個 但是到後面他來照顧我們一兩年之後 哥哥就過世了 哥哥大年幾歲 大我八歲 那個時候我國小五年級 十一歲吧 哥哥那時候就十八歲十九歲 對 而且他那時候是 他才剛考到摩托車的駕照 對 然後爸爸也買了一台他很喜歡很喜歡的摩托車給他 他就騎了那台摩托車然後就車禍這樣子 那這件事情對爸爸跟媽媽其實就是影響都蠻大的 因為畢竟是他們自己的大兒子 第一個長子 第一個長子大兒子 就是拉拔這樣 拉拔到十八九歲 對啊 他們心中一定就是滿滿的不捨 爸爸那時候應該也會想 我如果不要買摩托車給他 怎樣還怎樣 其實他那時候有 很自責 對 他有一段時間就是很墮落 滿滿的自責 他就喝酒 可是平常可能他喝酒的時間 就只限於在工作上 那那一段時間他是連 回到家竟然是拿著一個酒瓶進來 然後到家也是整天都在喝酒 哥哥這件事情對你本身的影響 因為哥哥其實 講真的他算是 就是我們家的爸爸 所有的大小事都是他在弄 包含煮飯洗衣服打掃什麼的 連小時候洗澡他都幫我們洗 對 他就是爸爸的角色 而且甚至比爸爸都做得還好 那當然我心中也是很依賴他的 只是就是當他出事情的時候 心裡的感受就是一個很大的依賴就沒了 而且在這麼小的年紀 我就覺得說我的世界 就回到家我就是有哥哥啊 我就看得到他 可是那個時候是回到家沒有哥哥的時候 然後你就會覺得就是整個世界都不一樣 那時候一定知道說生離死別那個感覺 因為十一二歲其實 十一二歲已經知道 大概也都知道了 對 就我已經知道死掉了是什麼概念 我已經對死亡有一個概念在了 只是說我想不到原來死亡會發生在我身邊 就哥哥離開你的話 對你打擊很大 你是怎樣去調適你的心情 國小的時候 因為家裡有在拜拜 就是可能會有什麼key檔啊之類的 然後家裡就有說 哥哥是那個太陽神 就是他是管太陽的 我就很相信 然後我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很長一段時間 我早上起床 我就會去看外面 然後看著太陽 然後我就會把太陽當作哥哥 然後就跟哥哥說 哥哥早安我起床 我今天要幹嘛要幹嘛 然後今天我覺得好冷 我會跟他說 可不可以今天讓太陽晚一點下山 就類似這種很單純的話 對然後九二九 然後講到這樣我都心裡這樣 我就是這樣 比你還敢信 然後後面我就習慣說 反正我有事情想想 我就是對著天空跟哥哥講 然後到後面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連晚上也會講 然後就變成看著星星也在講 看著月亮也在講 看著太陽又在講 太完成了嗎 也沒有欸 我沒有喔 我很認真在讀書 我要去補習班了 我也去補習班了 真的有想讀 但是到後面我覺得是自己亂掉了 就是我會覺得說我怎麼讀不起來 國中考高中是叫會考 到了會考前的一個禮拜 我就突然間有一種想法就是 就算了吧 真的考不上那就算了 大不了我就自己去賺錢而已 會考前那邊想法是這樣 即便想讀書 只是後面真的讀不起來 就有想要放棄的狀態 對就是看開了 就隨便吧就這樣 再來就是到高中 高中我就是讀信吳 信吳的觀光科 因為姊姊本來也是讀觀光科的 我的話他學費其實滿貴的 對他學費超貴 他一學其實就三到五萬不等 基本上是四萬上下啦 中間還是要加一些可能製裝費 因為觀光科就是有很多餐服啊 什麼西服啊 就是很多服裝 你要每個禮拜一 可能你就要穿三四套都不一樣的 還有校外教學 去一次校外教學 就要多繳個那幾千塊 所以其實總結下來 一個學期也差不多四五萬這樣子 那你那時候是爸爸負擔嗎 沒有 國二國三那邊 我暑假就有去打工 直到高中的時候 是真的就是自己出去 我是住在咕咕家 然後我就是半工半讀 反而學校下課了 我就去上班 假日放假的時候 我也是去上班這樣子 那學費的部分我就是自己出 我都自己出 高中生就要自己出學費 因為那時候爸爸已經生病了啊 他也沒有能力再工作了 他有時候還是會去公司幹嘛 只是真的 講白一點就是沒錢賺 所以我必須一邊辦公半讀 那一邊我每個月 我又要拿一萬塊回家裡 就是給爸爸 因為他生病了嘛 我已經沒有辦法在他身邊照顧他了 但我至少要讓他 基本開銷什麼的 對 他沒有賺錢的能力 但他還是有走路的能力 對 所以至少我可以給他錢 他可以自己去買他想要吃的東西 或者是他需要什麼 家用之類的 我那個時候一個月賺多少錢 我比多兩三萬而已 兩三萬塊你要自己吃 我又要分一萬吃 我高中以為那是很好笑 因為學校的那個中餐都很貴嘛 就學校的中餐可能一個便當就七八十塊 可是我那時候就規定自己 我可能一天我就只能花一百塊 好一點最多是一百二十塊 那我晚餐常常我就是 可能只吃一碗小碗的滷肉飯 然後有的時候我可能會 甚至就不吃 我會想說 我就把這個 剩下的二十塊或三十塊留起來 留到明天可以吃早餐 我是拮据自己的開銷 然後先省出來 把那一萬塊給爸爸 真的一個月賺兩三萬塊 你再扣掉一萬塊 還要給你三萬塊 也剩兩萬塊 兩萬塊 對啊要存錢 對 所以那時候是真的 也是蠻有壓力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我想要去找可以賺多一點錢的工作 負擔這樣很開心 對 因為是真的不夠用嘛 然後到後面 我一開始在中醫嘛 所以中醫其實就是PT 因為他時間也不長 要搭配我下課的時間 等於說我可能只剩下 對可能就只剩下三四個小時而已 那一整天這樣下來 一整個月對我來說是不夠用的 所以後面我就去飲料店上班 去做coco 然後那個時候coco他 好像本身就有比那時候的時薪多五塊 好像是145還是150了 在平常上課的時候我就半工半讀 然後到暑假的時候 我的班就會變長嘛 而且暑假是飲料店的旺季 我就會故意說我要排很長的班 那個時候暑假 我一個月可以賺到四萬上四五萬那邊 高二班公半讀一學期 然後到高二下的時候 我就修學了 對 因為那時候我評估下來 就是我覺得 上課真的浪費我太多太多時間了 因為我也不是說很專注在學科上的人 我就是其實我的主要目標是在賺錢 所以我會覺得說 那我與其 把這間鞋拿來上課 不如把這間鞋拿來賺錢 一年賺過了四五萬 對啊 那時候賺四五萬的時候 就覺得我讀書讀到B.A. 要幹嘛 要幹嘛 我這樣就可以賺四五萬塊 對 那時候就覺得很浪費 所以說那個時候 那個心理的層面 我覺得會有影響到你的那個 自己的價值觀 真的啦 然後 我有先問過爸爸的意見 其實姊姊前面 我就知道他已經休學了 他大我兩歲嘛 但我已經知道他其實高中就休學了 可是他都沒有講 他是爸爸有跟我講 然後後面我就跟爸爸講 我說 我覺得上課對我來說真的太浪費時間了 而且其實 長期住在谷歌家我覺得 對他們家也是一種很大的困擾 那其實他們也沒有說對我不好 只是 我就是覺得我不想要造成他們家太大的麻煩 所以後面我就跟爸爸講 我就說我想要自己去外面住 然後我就都在上班賺錢 這樣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上課對我來說太浪費時間了 他就最後只回了我一個 嗯我想清楚就好 那你休學後一樣是在飲料店嗎 休學之後 因為其實就是算下來我覺得好像有點不平衡 而且飲料店是在谷歌家巷口出來 對三分鐘就到那一種 反正後面我就有想說 因為朋友也都在林口嘛 我想說那不如我就要搬去林口住 那就不要再住在谷歌家了這樣 那當然工作也要遲掉 因為我也不可能從林口每天這樣桌車下去上班 那我就直接在林口找一份新的工作就好 到林口之後其實也做過蠻多啦 什麼餐酒館啊 然後火鍋店啊 全家啊這樣子 你有做過那種行政類的嗎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做行政的 就是從什麼類似可能秘書啊 還是什麼 就是在老闆身邊跑來跑去的那一種 那你還有做到行政秘書嗎 有 到後面做完全家之後 然後我就去做行政秘書 他是一間做廚具的 然後我就是裡面的行政 辦公室的那一種 我剛進去的時候是還在試用期 我好像去上班第二個禮拜而已吧 我爸爸就過世了 18歲的時候 他一過世後面有很多程序要處理 然後他們家的人其實沒有想要出面的意思 他們把全部的責任都攬在我跟我姐姐身上 就是爸爸的後事都是要我跟我姐姐自己去處理 那我勢必一定要請假嘛 我好像只請了兩天 到第三天我去上班的時候 我就有聽到同事他們就在說 因為那時候很年輕 長的可能就一副愛玩愛玩的樣子 然後他們就誤會我說 我請假是出去玩 然後一次就出去個四五天 可是當下對於那時候的我來說 我一定是打擊很大 因為我覺得靠腰 我也不會都過世了 你說這樣的話是什麼意思 對 然後就是被誤會 只是我也很懶得去解釋 我覺得沒有用 就不必多做什麼解釋 你們要這樣想那就這樣想 反正我就離職這樣 因為我覺得這種環境我一定待不下去啊 到後面那段時間 我自己覺得我也很墮落 辭掉這份工作之後嘛 也是蠻長一段時間的 就是都沒有工作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程序要跑 所有事情都要我們兩個小女生 自己在那邊處理 什麼財產啊 戶籍啊等等的 就是全部要跑完 繞完整個流程 至少也是要拖個兩三個月 那沒工作多久啊 就差不多有個半年啦 那段時間很愛玩 就是墮落那段時間 是真的愛玩到 我都覺得我到底在幹嘛 我整個就爆發啦 我有一段時間是 我在家裡我就會 看著主題看看 然後我就摔了 我全部都把家裡弄亂亂的 然後我就對著廁所 對著電視 對著沙發 就在那邊一直大吼 因為我覺得 到底憑什麼 所有人都離開我了 我就只剩自己一個人這樣子面對 晚上就跟朋友出去喝酒 喝完酒之後也是早上回到家 回到家也根本沒在睡覺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瘋掉了 我根本睡不著 我失眠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有一天我就莫名其妙醒過來 我就嚇到我想說 為什麼我家裡變這樣 可是回過頭來想想 好像是我自己用的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說 好像真的不應該這樣 反正後面我就是 也是因緣際會下 有認識一個老闆 反正我就有去咖啡廳工作 那些人有提到說 妳想學技技術產 那後來 後面我就錢都滾掉了之後 我才看清楚要投資日子 所以我就去學美獎 然後去開工作室這樣 她來的時候就跟我講她去做美獎 出乎不知啊 她來應徵的時候 還沒到的時候 先丟履育的時候 她已經應徵上了 因為我們全公司都在 討論她 就會討論我 我就丟在我們群組嘛 業務群組丟她 這個女生感覺質感不錯 小林那時候已經來了耶 來了她來了 我跟小林說妳有學妹的 真的假的 因為 那時候全公司小林來應徵的時候 全公司她一個 所以就叫她馬上來上班 因為沒選擇嘛 也不用這麼把我當男生吧 我那天超好笑的 反正我就先在臉書上面 然後就有一個時間來宏達 那一天我來的時候外面有很多車 然後我根本看不到門口在哪 然後我就往我們那個光廊那一段走進來 重點是我就經過一個門我也沒看到 然後我就一路往裡面走 然後是走到那個停衡的 保養廠門口那邊 那一排 我在前面經過 因為光廊不是看到辦公室裡面嗎 然後我就稍微往裡面看了 我就想 靠啊怎麼那麼多人 全部都在看 我想要趕快走趕快走 然後後面就有一個 我也忘記那是誰了 反正她就是來問我說做什麼 然後就是我來面試 然後我就進來 進來就一哥面試的嘛 對 然後我就坐下來 然後我記得妳就問我 我之前做過什麼 這樣就是大概面試會的問題 可是我那一天我回去的時候我覺得 妳好需要多來亂問 我總共面試了三間 包含宏達 就前面還有兩間嘛 我就都故意拍在同一天 我都是最後那一間的 對 他們小玲我也是最後那一間 她印章兩間 她印章三間 我都是最後一間 對 妳是最後一間 妳先早上就開始應徵了 對 我就約早上 中午下午這樣一個時段 前面兩間我就其實 印象不是很好 第一間我去的時候是老闆面試我的 可是我覺得那個老闆好像不大會說話 就是她就不是一個老闆的樣子 我對她印象不是很好 後面第二間也是老闆出來面試 只是我就問了一個老闆問題 畢竟我在這先前我都沒有做過相關行業 所以我就有先跟老闆講 我說我之前沒有做過相關行業 那來這邊之後是你們都會先教我嗎 還是說我是不是需要先做一點什麼功課再來上班 然後那個老闆就回我說 不用教喔 這些車子妳自己看一看妳就會賣啦 要教什麼 我就傻眼 也不全然是她的問題啊 可能真的妳想要坐車妳就一定要對車子有一些了解 但是我覺得她這個態度讓我不是很喜歡 我就覺得那之後我可能在上班也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就沒有考慮她了 然後是來這邊之後 可是我又覺得妳都在亂問 就只有問我一個比較正確的問題 是說妳之前是做什麼行業的 對啊 我就說沒假這樣 然後後面妳就說 都在聊天了 就聊一些不相干的事情 因為正常我前面兩件可能會問說 欸上班時間是什麼樣啊 那休假制度是什麼 然後可能一個月薪水怎麼算這樣子 會講很多正式的 對是很正式的東西 可是妳就問我說什麼星座 那當初誰約妳面試的 當初是我自己密宏達粉專 前面就先特別自我介紹 我就說您好 畢姓詹 詹小姐 要中正式的 對 然後就 巴巴巴就說沒有相關行業啊 那請問就是可以去面試嗎 這樣 然後我還記得有人回我 然後是很正常回 可是到我要去面試的當天 在面試的路上 就突然間密我 宏達的那個粉專就密我說 找蟹牙 就找蟹牙而已 因為前面跟我說找老闆 然後我就有點 蟹牙是誰這樣 對我就想說 小少爺啦 小少爺啦 打兩個字而已 小少爺啦 後面我才知道說是 邵文在用宏達的那個粉專回我 然後本來要打說找蟹牙 就小少爺 對然後就 打到一半被小少爺阻止 所以就只打一半 蟹牙而已 對就是有一個紀錄在 然後想當業務嗎 想當業務是 因為我在那個咖啡廳的時候 其實我前面有想過要去做 Toyota的行車業務 很合適啊 真的當然一定是不是首選 我跟你講女生不會首選我 我們只有環境啦 真的啦 對然後也是那個老闆推薦我 然後我那時候去 是去跟那邊的是副所長 還是所長面試 然後所長是本來很希望我上 是因為他覺得說形象不錯 可以很適合當就是坐在櫃檯那種的業務 然後後面沒上是因為要高中學歷 他們裡面有個考核項目 需要高中學歷這樣 我就想說那就算了 可是從那個時候我就覺得說 反正新車上不了大不了我就去賣二手車 因為我還是 你還是都一直往 業務這個方便 對就是車子業務 你也沒有想要賣房子 沒有 因為那時候我那一個老闆他 他其實 我覺得他也算我人生導師啦 對他跟我講了蠻多 我不知道的不懂的事情 然後他是覺得說我很可惜就是 我有一個漂亮的臉蛋 但是我不會說謊 所以他很積極的想要 讓我去訓練我的口才 他就覺得說最快的方式就是去當業務 剛好那時候我對車子有很大的興趣 我就開始會看路上 這是賓士的什麼車之類的 我就會想要去研究 所以我就朝就是二手車的業務 這個方向走 我印象比較深 我說你為什麼美甲不做 要來做汽車教授是什麼 他跟我講做美甲真的很無聊 對 真的就自己一個人很無聊 對很無聊 超級無聊 他想要來這種試試看 環境上班 要來多久了啦 來這邊有半年多了 他才半年多 才半年多了 才半年多了就把它拖出來 才半年多了就把它拖出來 感覺硬眼的你之後 我去年七月來的啊 從一剛開始拍的時候這樣 就像花瓶一樣站在旁邊 跟現在 他男人多好快喔 印象深刻的客人 反正那個大問題就是 我覺得差一點 可能就會上新聞之類的 喔喔喔喔 這麼兇喔 對 你應該記得那一半 後面就是學長幫我處理 後面真的是處理不了 然後學長跟一哥說 一哥這個我沒有辦法處理 可能要請你來出馬 這樣 我會把它圓滿 對你也有很圓滿 很圓滿 雖然 不是很好 但還是很圓滿結束了 對阿 他付仇人都可以 他就是很厲害 就包含好比說 後面就是 有的時候 可能在跟客人喬價格的時候 還是說一些美美咖咖 就是已經不是我們 可以決定的範圍之內了 可是他就可以在 很莫名其妙的一個瞬間 就取得客人的信任 然後客人就可以這樣 後面變成是一哥說什麼 客人就說好 我跟你講有時候講話 你真的要 跟人家是 誠懇啦 你要當業務 你一定要可以跟人家 可以談心嘛 客人才會信任你啊 這就是一個在 Social的階段 說客人如果問你說 欸 欸 你住哪裡啊 你家裡幾個小店 一些比較私人的問題 你還是會有點排斥 對我會覺得說 幹你屁事 你問那麼多幹嘛 後面我就會覺得說 沒有人家也只是想聊天 那不管他有沒有跟我買車 反正我就是當作交朋友 所以到後面 我覺得我成長蠻多的是 可能有一些客人 會看我們的影片來 然後就知道 所以我是Apple 然後客人可能 就是聊一幾句之後 他就說 欸我知道啊 你是Apple嘛 就在那一個瞬間 我就可以跟他變得 是好難有啦 就拉近關係的 就這麼一個瞬間 真的有感覺 所以說很多客人來 我們就覺得 很快的我們做一個 就是很快的 跟客人這樣有match到 當然不是100%可以match到 有的時候你的成功率 可能要70% 是跟你的平行線 是可以合在一起的 對 真的是還是有差 我好像 他們留著不在 好像是換我 在那邊 後面幫他推一下 推一下這樣 都快叫你聲霸了 霸你的頭 至少也是哥 叫哥就好了 叫哥就好了 叫霸人 叫我這麼久了 還不會講話 要跟他當我們的業戶 所以 貼心的客人 有啊有有有 就是好比說 可能我去跟他拿證件 然後客人就會說 不用啦 你幹嘛跑一趟 之類的 就很聰明 對不然就來的時候 順便帶一點小禮物 不然就是很多 可能一來啊 就我推薦他什麼 他就說好 就這台 就覺得說何德何能 遇到這種客人 這麼信任我們的 對 可是我跟你講我碰到這種客人 我越頭痛 他的無私的信任 我們要更小心更認真 要把你說好就好 要把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好呀我的壓力更大 對啊 你的標準跟我的標準 不到也不一樣 喔這樣真的很累啊 我說大哥 會不會白紙黑字寫進去 你這樣子我真的壓力很大 有的時候真的碰到 信任的客人真的 喔真的壓力更大 會更注意 但本來如果說 他要求的 我們就白紙黑字寫在黑字寫上面 這樣就照片下去寫 自己有看到了就 再幫他弄一下 所以在旁邊寫 還是會寫得到一些東西 因為畢竟他們在泰山店的小女生 還是小男生業務 都是跟著我在這邊做的話 還是看得到比較多一點的東西 如果碰到事情 他就真的都會去問學長 還是問我這樣 我們公司好處是 學長會教他 會教我 對 像你們剛才講的 應徵第二件說 沒有啊教授要怎麼教 你就會 他也不直接丟給你 我跟你講最好是自己會 你沒有一個頭緒你會個屁啊 對啊 所以說我們公司是比較好 是真的會有一些學長老屁股會教你們 教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再由我們這種老司機再推一把 這個過程 如果沒有辦法過來的時候 我也沒辦法 就好在說 因為真的 形形色色的客人真的太多了 但是我覺得 宏達就是好在就是 好像你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公司都有幫你扛著 重點我們公司 還是要對客人的一個信任度 就是客人對我們的信任 我們會完全的把它放在心上 無論你是客訴 還是車子有問題 還是怎麼哪邊有問題 因為我們是以公司下去做擔保的 而不是個人業務 你的業務 你的業績分掉 你就是所有事情是你繼續承擔的 我們公司是不會掉 反正有什麼事情 就是全部公司全部承擔 我會控制在 他們會犯錯的範圍內 連貨就是那台車了 沒有去而已 沒有去而已 你還以為我 還有比這個比較大條的嗎 好像也沒了 一兩百還花得錢 對不對 對不對 要做這一支品牌 不能有任何的那種老鼠石 有老鼠石 我們也是要把它撿起來 對 如果真的 鍋破了一個洞 漏水了 我也要想辦法把它補起來 對 這就是公司的堪棒 我就是把謝老闆當作一個目標 他就是很莫名其妙 就是有一個魔力 就是可以把客人殉奪 我就是想要成為像謝老闆這樣的人 我記得有人說什麼 然後業務就是要敢講 不怕講錯話 只怕你不敢講 以前我就是得私心很重的人 包含在初階段來洪達的時候 我一直都還是這樣的人 但是後面其實真的有 就是看比較多了 然後也心態上也改變了 好啦 直接就是這樣 人物專訪到這邊 那如果 粉絲們還想要看誰的人物專訪 也可以在下面敲碗 當然 毅哥應該很希望有人敲碗 對啊 不一定要專訪我們公司的 喔唷 喔 好像可以喔 專訪客人 客人欸 還是專訪廠商 都可以啦 留言一下 留言一下 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好 OK 掰掰 掰掰 感謝各位粉絲 我們已經 十萬訂閱 耶 再邁向我們下一個里程碑 二十萬訂閱 不是夢 各位乾哥乾爸乾姐乾哥單弟 好 我們訂閱起來 你們的支持 是我們最大的鼓勵 要買車要賣車一樣 找我們宏達國際 小老鼠 HONGDA 我們的FB 我們每天晚上7點到8點半 都會有直播特價再特價 每天晚上3 5日 更新 我更不知道 你更不知道 感謝大家今天就是這樣 訂閱起來 掰掰 訂閱按大家分享 掰掰